教育部部长法利纳表示 政府目前不打算承认读中同考文凭 法利纳通过书面答复回答国盟日来国会议员沙比利的问题时 阐明政府立场 法利纳透露 目前教育部没有计划承认读中同考 那就是华文斯立中学的考试文凭 她也指出 这是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下 国家教育政策与条文所决定的立场 法利纳来自公正党 而公正党所属的新盟 在竞选宣言里承诺 一旦执政中央将会成人同考 西蒙2020年大学宣言的内容 与2018年大学时期的希望宣言相似 那就是一旦西蒙执政 同考文凭持有者只需要在大马教育文凭SPM的考试中 获得国文单科优等或以上的成绩 就能够申请进入本地国立大专学府 上个月中 法利纳也在国会披露 由于读中部属于国家教育体系 所以教育部没有义务拨款给读中 上星期五 首相兼财长安华提呈团结政府2023年裁案 隔天董总批评 裁案没有提及国民兴中学 教会学校 华文读中和三所明白大学学院是否受贿 也没有详细列明各原流学校所获得的拨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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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